感性從前天臺樹六青那一場大火燒出臺灣 很多很多的問題 很多人說臺樹在十八天內連續兩次 所謂的爆炸大火事件足足證明說 臺樹內部管理以及包括雲林縣政府 跟中央整個監測的機制 出了很大很大的問題 因此有很多人也包括雲林縣長 蘇智芬特別講到說臺樹 你如果這個六青五期還要擴建 想都別想 另外有人甚至提出來說 臺樹六青在雲林賣療 應該要全面停工 要做全面的檢測 如果過關不了的話 那臺樹六青就應該永遠停工下去 可是臺樹六青在前天的那一把火 也燒出了臺灣很大很大的困境跟矛盾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我們不要高污染 高風險的這樣一個所謂的 在從前的這種重要產業 現在臺灣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 應該要的是綠能產業 可是我們真的可以不要臺樹六青嗎 臺樹六青呢 在雲林當地創造出來當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就業機會 對全國的這個GDP的貢獻也是非常非常高 不管在就業的部分 在GDP經濟產值效益的部分 臺樹六青特別是整個石化產業呢 對臺灣的經濟貢獻呢 真是不可抹滅 但是我們真的要這一種高污染高耗能 而且是高風險的產業嗎 臺灣在面對前天台樹六青那場大火 究竟我們該如何思考 臺灣到底還要不要這種所謂的石化產業 來介紹今天的五位特別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是經濟評論者 馬凱馬老師 我們再歡迎雲林縣議員 林申林議員 各位田中隊好 我們再歡迎是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的教授 陳吉仲陳老師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臺大職業醫學以工業衛生研究所的教授 詹長全詹老師 各位觀眾晚安 綠黨的召集人潘漢神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們先趕快看一下 昨天很多雲林的民眾再去圍場 臺樹六青而爆發了激烈的肢體衝突 最後到底要如何解決 在前天所發生的那種大火的事件 問題會不會再度重演 我們先來看看 麥揚民眾不滿臺樹六青接連爆炸起火 威脅到生命安全 在周一晚間集結了將近兩百多人 到六青的行政大樓外面抗議 和警方發生兩波衝突 在場的遠景舉牌警告 要求抗議的村民離開現場 但居民情緒不滿地說 就算現在火勢已經控制 但是冒出的這些農煙 恐怕會造成當地農業的損害 他們要台塑的主管出來給個交代 出面協調的六青主管 雖然當場道歉 但卻不敢對未來的公安提出保證 這也讓現場的民眾更加不滿 不過雲林縣長蘇智芬和經濟部長施言翔 也都在周一晚間親自進入六青廠區 以地方人士會談 會後確定了將在本週四 就六青的公安問題 在立法院召開公廳會 蘇智芬表示 在機制建立之前 六青應該先立即進行全面的公安走停見 同時也要多聽聽地方人士的心聲 才可以給居民一個交代 不理會我們說 四名探集優秀四名愛國 昨天在有話好說的節目上 其實莊秉傑莊老師他也談到說 整個在台塑六青爆炸大火之後 包括雲林彰化台中 甚至北邊道苗栗部分的區域 整個包括PM2.5 這個懸浮微粒以及VOC揮發性物質 恐怕都有擴散的這個趨勢 今天莊秉傑再度提出更多的數據 包括埔里地區以及其他地方 恐怕都會因為這一場爆炸大火 而導致空氣以及其他環境污染的問題 我們先來看看究竟這一場大火 對環境生態造成什麼樣的衝擊跟影響 看著養殖池邊 成堆暴斃的文革一磚就是好幾大袋 另外一頭更是堆得像坐小山 養殖漁民欲哭無淚 我們過去都知道了 豬肋 還說起來都比較不死 死得少 現在呢 儘管下著大雨 不過還是可以看得出水質混濁 上頭還有不明漂浮物 而這裡就緊臨六青廠區周圍 原民說前兩天六青發生大火之後 這樣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長久以來附近的養殖區都受到煙塵影響 每公頃文革損失大約在上萬公斤左右 火災後的落成影響有多大 有研究團體發現 最遠的已經飄到南投埔里 18時的時候可以發現 在台西站已經很明顯的有高值出現 然後經過19時這裡還是有高值 那一直到20 21 因為它應該是在外面的狀況 後來會喘進來 所以埔里發現從21池之後 就開始一直有高值 根據中興大學的空屋監測 火警之後第二天 26號傍晚6點賣聊的細懸浮 微粒就一路往上升高 三個小時之後 南投埔里居然也出現 細懸浮微粒升高的情況 美粒方公尺從平時的40維克 飆高到150維克 而這些飄散的流氧化物 氮化物合成的粒狀污染物 還會形成酸雨 對農業會有很大傷害 我們這幾天就是因為有吹西風 那污染物就是會有 由海往陸地吹 會影響到山區的附近 造成一個累積的現象 針對大火後的污染 環保局也啟動最高的防範機制 進行空氣和水的採樣 也提供訊息給民眾 做好房屋的準備 藉由您健身棚換群 雲林台中報導 詹老師我要請教你 長期研究台樹六青 對於周遭整個不管是生態 或是居民健康造成什麼樣的威脅 昨天你也到現場去看過了 可是昨天我們在節目上也談到 我們根據不管是行政院 環保署的資料 根據台樹六青自己的說法 甚至根據雲林縣環保局 他們都說說沒有 非常非常嚴重的污染的情形 換句話說 毒害的情形這一次其實不顯著 不嚴重 真的是這樣 我昨天在現場很遠的看 就可以看到那個黑色的煙柱 那越接近的時候那個煙是越大 包括現場搶救的人 他身上大概都是全身都是黑的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看了從環保署到地方環保局 都漏採了一樣東西 就是懸浮微粒 大家都集中在所謂的VOC 那是不對的 所有石化工廠只要爆炸跟火災之後 它的重點就是空氣中的懸浮微粒 這些懸浮類沖刷下來的土壤跟水 是三個最重要要去採的 那燃燒之後呢 如果燃燒很完整的 就是探黑就是黑黑的東西 那探黑的東西是對心血管是有危害的 如果燃燒不完整呢 大概就是代曜星 所以在石化廠的火災 大概都會採樣 然後分析這兩樣東西 那到目前這個都沒有數據 所以目前說它的危害大還是小 我想這個是原子過早 那現在情形 除了說麥寮那個地區之外 剛我們也談到似乎南以及北 都有擴散的情形 真的是這樣 那是很明顯的啊 隨著風向你可以看到它說 我剛去的時候它已經開始往內陸吹 當我要離開差不多四點多的時候 它已經往北吹嘛 所以它這個很難有一個污染是你眼睛看得到 你就看到黑色的煙柱 往四周飄飄上 漢森 我不請教你啦 當然大家都覺得說這一次污染會很嚴重 可是真的會嚴重到整個爆炸大火的隔天 麥寮地區的這個文革大量的暴斃 雨產大量的受損 你不是水源的污染嘛 你是空氣污染嘛 空氣污染你要等到那個不管是懸浮威力或是VOC呢 這個洛塵掉下來掉到水裡面 讓那些文革吃了才會死 這個中間有那麼強的關聯性嗎 因為這一次它爆炸是重油 重油它就是含硫的量是非常高的 那它這個所謂加氫脫硫設備 就是它先做過 它在煉油的時候先做過一次的分硫 分硫出來的東西 然後準備再加氫脫硫再做第二次分硫 那這個是兩次的一個程序 那所以中間這一道的這個重油 其實它硫的含量非常重 那燃燒之後 那個硫 它就遇到水 它就變成硫酸 所以它就變成有這個潛在的這個可能性的風險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兩個東西有同時存在的時候 這個相關聯性當然要在有比較謹慎的科學證據 但是直觀上就覺得這兩個是很有關係 但不管怎麼說台數在昨天在前天事情剛發生的時候 他說這個燃燒只有CO2 這個完全就是違背常識的 那我覺得一個企業面對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 它必須坦承的去公開所有資訊 而不是用有暗卡 那政府也是應該就是要把所有資訊 全部來透明的公開 但是在台灣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我們沒有這個機制 那在美國的話它就有一個 美國化學安全及危害調查委員會 它簡稱是CSB 那這個委員會它是獨立的 它獨立於行政部門之外 它有一個調查委員會 它是獨立的 它可以進到廠區裡面去做調查 而且是專家的調查 那所以它在事後就可以做出很多的調查報告出來 但是我們台灣不只是台速六輕 其實很多的公共安全 很多工廠的爆炸 化學工廠的這些問題 都沒有做事後的檢討 所以這一次一次的 都會繼續的出問題下去 那這是事後的處理 那事前的話在美國的制度或歐洲的制度 其實它都有一個制度是 你要平常就要申報你使用的化學物質 你的排放量 但是台灣在這方面是沒有的 我們等一下好好來談一下 05年的時候台速在德州廠也發生爆炸大火 那美國是怎麼處理的 美國處理的真的有比我們好嗎 如果說美國的監測或者是管理 或是事後的整個處分呢 會比台灣好的話 那為什麼台灣做不到 可是我再回到昨天晚上九點晚上我看電視 噢那氛林的鄉親 起到要死了 台速六輕去撞啊去牆啊 結過兩人 到底你們是在看什麼 人家那燒是台速自己在燒還是不燒 你們家裡到底雲林的居民現在氣憤的 擔心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藝人 長期以來 白療的鄉民 你知道說那個民營雞壓已經很久了 像是六天要不來攝影以前 說到要來的時候 六不燒這個地方是非常善良的地方 不管是國防的建設 教育都 都隔白療 離婚人館裡面 隔白療的風景比起來都是非常落後 所以你們都對台速來這裡 對來不燒攝影 都有一份很大的機台 所以冬水師就無慣 跟他們迎接來攝影 冬水師 王英勤當時的地方 他對地方所作的承諾 讓地方編織了一個很美好的夢 第一就是說 他在說六年來攝影時 會帶來 帶來的油缸 就差不多一萬斤 第二可以帶動 賣了兩千六百幾公斤的 那種 極電腐的開發 當福君的養殖期 養殖 農地 農地可以變作的建材 所以白療對這種機台非常大 第三就是說 我們可以讓地方來反映 可以創造四五萬人的就業機會 但是這經濟十年來量產到現在 美國八千年到現在 加上八年的統計起來 這個公安事件一直在發生 包括人體健康 一開始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張成賢教授也在這裡 他有做健康風險評估 一份報告 這時候我們在地的人 我們親身體驗 我們常常參加電影講一下 經常講一下 如果兩個人失望 就差不多一頓就派症 在心血管系統 胃癌 呼吸道系統 包括其他那種的感染失望的 民國 衛生局的資料 在民國八千年的時間 十年在排症 差不多在百分之二十 到民國九十八年 衛生局的統計資料 比較像死亡的 迷來的排症 死亡就達到五十一% 所以這種的比例是非常會怕人 所以白療到目前為止 還不知道 這麼希望我請教您 釋書 現在還給你們分辨 特別是賣掉那些人去選特 到底六輕你們是賣的嗎 我們能夠選特 健康的身體 我們每次都不可能 再次去選特 六輕 六輕這種党污染的攻擊 來吃點搶 沒頭路 沒頭路 做事 吃虧也好 因為以前我們編出一個美夢 就是可以創造 4-5萬個就位聚會 我們就是我們破例說 農地跟雄雄的農地可以變成建立 地方租地還可以集合 結果到現在 地方租地要集合 機會很困難 尤其是台塞 有夠惡解 對在地的租地 你聽說要回饋的地方 要優惠優惠地方的租地 回饋真的不少 它是雲林縣 雲林縣但是在地 閉起來差不多百分之十九而已 百分之十九而已 所以你們感到沒有回饋金 我感到沒有回饋金 因為大家都有一個模糊焦點 我們農村做不了的營養午餐 交通費 輸籍費 都是六欽補助 那都不是 那都是我們 那都是不了公所的租租財源 因為六欽就是 稅收是整個中央 污染留在地上 是那時候 不了公所所得到的 是只有房屋稅 房屋稅 地價稅 空屋費 這三個而已 一年差不多 一年差不多 一億七八千萬 但是 在稅收中央之後 中央統籌分配管 還本出來的時候 他認為說 不了是一個 因為六欽來的時候 是一個荒野的風頂 他的中央統籌分配管 還要來減七八千萬 所以是這上 不了公所的租租財源 這對的 增加出來 或者是差不多 這個基因組合 我這樣請教你 是不是真正 大多數的賣掉人 大多數的粉飲人 現在讓他選擇 他感恩不在六欽 我相信 如果他現在來做民調 就對了 百萬七九十 以上的人 都反對六欽 繼續設置 尤其是 現在六欽五期的 扣建 我相信 應該是 沒人支持 沒人支持 也沒有這些空間 因為CO2的 產量 人家已經整個離島工業企業 喊嚨都要包刮了 是 是 李翁要繼續 六欽扣建 公安一家一家 就發生 一個月裡面兩邊 半年裡面四邊 這種時間前是這樣 他不然常常那麼好運 這個公共無人傷亡 你如果在樓柱潮 爆炸的時候 聽說 一顆不定時的原子炸彈的威力 那有可能是 湘海的 環圍裡面 可能是三十公里環圍裡面 馬老師當然現在 很多居民 不只是雲林 然後台灣很多居民 都在氣頭上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其實呢 這個所謂的 雞蛋 都交給中央 那個雞不要的東西 都留在雲林 可是如果我們仔細來分析一下 台數六欽對台灣的經濟的那個比重 真的是很重 如果拿掉的話 不只是中央 連地方可能都會受到很大很大的衝擊 兩全取其輕的時候 我們真的可以不要台數六欽 我們來看看 六欽總投資大概是五千七百多億 裡面有十三家公司 六十八座的工廠 開發面積有兩千六百多公頃 九四年動工 九九年開始生產 換句話 運作到現在大概也快十二年了 零九年的產值有一兆一千三百九十二億 中央政府總預算 也不過一兆多 它的產值就一兆多 佔台灣的GDP百分之九 煉原油呢 煉到兩千五百萬公頓一年 以稀呢 九十三年的百 九十四年的百分之三十八 提升到零九年超過百分之九十 自取地已經超過百分之九十了 台數六欽帶動整個中下油的工業發展 產值超過兩兆以上 發揮了非常好的垂直整合效益 這也是為什麼石化業 在一兩年前說一定要簽ECFA 政府會那麼在意 因為ECFA 石化業對台灣真的是非常非常關鍵 再來平均年繳稅給政府呢 超過四百億新台幣以上 創造了一萬多個工作機會 其中呢 雲領百分之九十的生產總額 雖然大家很討厭台數六欽 可是台數六欽的生產總額 佔了雲林百分之九十以上 然後提供雲林百分之五十的工作機會 真的可以不要台數六欽嗎 首先我要強調 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以隨便說 我不要任何一個產業 事實上呢 從我的觀點來看 每個產業只要這個市場需要它 它都可以存在 但是當它存在的時候呢 它需要付出代價 這個代價呢 像今天如果我們說它的這個污染量比較重 或者它對當地居民構成風險 這些比較重的污染 通常呢 應該按照當時整個社會的要求 讓它污染呢 降低到這個社會可以容許的標準之內 如果技術上可行 成本上也可以承擔 就應該這樣做 如果沒有這樣做 結果讓這個產業到最後無法容納於這個社會 那它應該離開 但如果它可以這樣做 而且它這樣做到 它努力做到 這個社會就沒有任何人有權力跑出來說 我不要這個產業存在 因為老實說呢 幾乎沒有一個產業 它是沒有外部性 它是沒有污染 它是沒有風險 所以如果你說我把全台灣的產業 全部都拿來 我比較它的污染 它的外部成本 它的風險 然後看比較高的就離開 比較低的就留下 這個做法呢 其實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是不是已經盡力 讓它把它的外部成本降低了 是不是盡量減少風險 如果它都做到了 你就不能夠說 我論產業而定 哪個產業要留下來 而是論 是不是我要求的這個產業 它達到了我們政府 或者人民共同設定的標準 所以今天要問六清 應不應該存在於麥寮 其實頭一個人要問的就是 到底今天這個社會 所容許的污染排放的標準是多少 所容許的風險的值是多少 如果我們覺得這個標準這個值 我們大家都已經同意了 而六清可以接受也可以做到 我們就應該讓它存在 沒有人可以提出意義來 這頭一個問題 所以今天頭一個要問的就是 它是不是違反了我們整個社會 跟國家的標準 或者說它沒有誠意去履行這個任務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剛才提到 是不是麥寮這邊有98%的居民呢 他選擇不要麥寮 不要六清 這個這樣的問法其實是不太恰當 因為當一個產業已經在這邊成型 它的硬體設施 它的各種設備都已經完全在運轉 在這個時候對當地人來說 它很容易受到一個誘惑 這個誘惑就是如果我現在跟它對抗 然後要求它千里 這個千里成本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我就在這麼高的千里成本當中 我就達到一個空間 我要求你給我這麼高的補償 你不給我這個補償 我就把你逼走 而就今天六清這樣的產值 它已經達到這樣的規模而言 如果你要它離開麥寮 重新選擇一個地方 那個成本是天文數字 所以如果麥寮或者雲林的這個居民 他們夠團結 大家全體一致 我們共同來抵制六清 我不讓他離開我絕不罷休 他們可以讓每一個人都變成億萬富翁 所以在這個時候問這個問題 其實是很難免讓當地居民 受到這個誘惑 而做出一個也許對他來說 是比較有利的選擇 但不是真正的選擇 陳老師你怎麼看 舊經濟論經濟 台數六清對雲林 特別是對麥寮它的效益跟必要性 我覺得這可能是從兩個層面 一個是地區的層面 一個是國家的層面 剛剛馬老師講的國家的層面 我們是完全同意 也就是說 一個對GDP貢獻這麼高的 一個上游的廠商 在雲林地區生產的時候 它今天產生了這麼多的外部成本 我們要問說 我們整個國家可容許的 這個外部成本的 這個標準到底有多高 這個我待會再來講 那我倒是想先講地區性的這一個意見 那剛剛林議員有特別補充 我這裡有拿到經濟部工業局 他所做的一個當地居民的一個問卷調查報告 而且這個報告是在還沒有發生這個意外之前的一個報告 那當地沿海四個鄉鎮的十二萬戶的居民裡面呢 他做了將近四萬戶的問卷調查 已經是有三成三的當地居民 都接受這個委託調查的一個報告 他分成經濟跟社會跟生態 對當地的一個影響 分別針對經濟社會跟生態 那經濟裡面最主要就是對農漁業 當地的居民認為說 對他們農業漁業的產量跟品質影響 達同意跟非常同意的幾乎是八成九到九成一 也就是說六星在當地設廠以後 對當地地區的農漁業的產量跟品質 已經造成顯著的一個負面的影響 這是第一個當地居民的所有的一個問卷調查結果 第二個對社會比較好玩的是 剛剛主持人特別講說 他在當地帶動了一個就業的機會 可是當地的人認為他人口外移的這一個事件 有七成一的人認為是當地設廠之後 反而是造成當地人口外移 那我們為什麼會造成人口外移 這個就很值得去探討 是不是造成你的健康風險或是其他的損害 所以當地有關這部分 尤其是健康風險認為說 會造成當地的健康風險提高利害增加的比例 將近九成 我想這個張堂全教授是應該有這方面更深入的研究 那對生態的話尤其是對水資源的一個地下水的污染 對海水的污染 地層向線的這一個認同度都高達九成 也就是說當地的居民認為這些已經造成他們經濟社會跟生態的一個影響 而且具體的損失呢 政府卻有估計 以四個鄉鎮而言就高達八億多的這樣一個損失 因此這個產生了一個兩個問題就是剛剛我們一直在討論的所謂的補償機制的這個建立 如果是突發性的意外的 那我們當然就是要很明確的去計算出來說他的損失多少 那受害者當然就是要針對這個產生公安的這個意外的六星去求償 另外一個是長期的這個部分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都是長期的損失 這個部分當然也是你排放這些污染所造成的外部成本的廠商要來支付 這是地區性的 那如果是國家性的 那當然就是看他整個的一個效益跟所謂的成本 雖然這個效益裡面有達產值有一兆多億 但是實際上不是佔據利率的9% 他的近效益才三千億而已 可是你看他的外部成本 以國家層面來講溫室氣體六千七百多萬公噸 佔全台灣的排放量四分之一的時候 外部成本是高達一千七百一千零七十億 那如果再加上健康風險地層下限以及農漁業的影響 他的一個整個外部成本高達可能一千五百億到兩千多億 這時候我已經看到盡效益的三分之二了 對所以我們非常同意說 我們國家可不可以忍受這樣的一個外部成本 他可不可以內部化 是 李王我請教你了 我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說什麼叫做公平 台宿六千在麥寮蓋了之後 對於剛剛陳老師也談到對於養殖業者 插鵬的啦 餵魚的啦 農業 淨產的啦 都有很大的傷害 產量減少 對他們什麼叫做公平 可是同樣的我們剛剛也談到 雲林有百分之五十的工作機會 都是在六千裡面 現在已經在六千工作的人呢 然後說要把六千全面停工 或者是六千五期不得再擴廠 對已經在六千裡面工作的雲林人來講 什麼叫做公平 到底你們怎麼輸購 到底什麼很公平的這個問題 其實不會有人天生都很陳樸啦 一向都是逆來甚受啦 當然六千來的時候 大家都有其他的心情 就是主題可以集閹嘛 但是現在是怎麼可以演變到說 大家都成群結隊 反六千喔 這個裡面是相當 已經喔 記憶院已經很深了很久了啦 我也曾跟台書說 你們這麼久以前 以前王兄 黨署長隊的承諾都是跳票啦 他說要去藏公醫院 藏公醫院 藏公大學分校 老人愛養中心 要開花賣特定期 要帶來一萬多個那種夏油公業 這都沒有一項是 實現啦 是 所以 反應到反對的時候 就是說這個 這個污染變成很嚴重的 就是說它對 那種東西是 它都不夠 地方的人教育 告訴說 種污染工業 這個放種污染工業 來不下去的時候 量產以後 會產生 產生什麼樣的 那種變化 什麼對 像維吾 鹹湖 鹹湖 對地方的養殖業 農業 會造成多大的衝擊 沒有人會知道 但是現在是一個 面對對著的 就是說 你如果一邊說的事件 像這個 20號發生的這個燃燒問題 像這兩天 就是那個已經很明顯的 養殖業的已經造成很大衝擊 分野化 死蝦也死了 因為它燃燒了的時候 那個 鹹湖的農業 鹹湖的農業 就變了 館長去 館長去 這幾天 都在記錄 千萬都沒有人漏 因為漏成這樣 漏殖業就漏掉了 漏掉了 漏掉了 其實在隔壁都叫做蚊鹽 都蚊鹽 現在蚊鹽下去 生生的東西 隔壁的PHA值 瞬間改變 水中的生物都沒辦法 移鑊 都一定會死 體質比較壞 就是死 有的魅力就一直死 到底是更嚴重 這個隔壁 那裡的 不管魚群 還是蚵田 導致整個漁產或是農產損失 那個情形有多嚴重 我來看這次是通驗中的這邊 這次有可能前面性都會產生 會波及到西方 這部分可能還是必須要那個環保局 或其他的單位在做選擇 但是我現在有一個問題 因為因為會對於這麼算 就是公安身經發生之後 每一邊他所做的檢測報告出來都正常 不然一般說是異常 所以他就是 對政府中期間不可以用到 那就是你大叔就是求援當裁判 那採樣的 也是你都會大叔指定公司出來採樣 那你送檢驗報告的機關 也是你大叔指定的 是是是 那你中途這三個計程 是否給你調包 沒有你調包 我們八十到現在都一直在陳疑 所以每一邊的檢測報告出來 每次也正常 是是是 所以都免費賣